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一个讲法 也就是说未来的第四季 我们要过三关 这三关第一关就是所谓的无日均线 第二关就是月均线 那我就月均线的一个挑战成功 指日可待 它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最后里面比较严重 比较大的一个反压是在季均线 但是这是一个大盘 但是个股的表现它是很不一样的 那就如同我们在上个礼拜四 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探讨 我说市场上面永远都会什么 锦上添花 不会有人雪中送炭 我说我们在这个台面上面的一个分析师 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是人 我们并不是神 当你再去做很多的建议 跟所谓的一个操作上面而言 你必须要把你人的效用 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发挥到最大的极致 而不是表演出来自己就是一个鼓神 就像我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盘 从8月24号我就提醒过大家 我说这个盘 当时候的电子资金比重 它高达盘中88% 它就是过热 88%里面有7成以上的资金 就是在AI 所以AI它会有一个过热之中的拉回 配合到AI 听清楚我现在要讲的 AI相关的概念各国 8月份根本没有什么营收的动能 9月份微幅的增量 微幅的增量的升温 10月份才是要大举出货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整个出货 它的黄金交叉 它是在第四季到明年所在的一个位置 你搞清楚之后 你在面对大盘 它因为过热之中的压回 你面对空头之中的打压 你心中要定见 也就是说你在8月24号之前 你不可以去追高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限制AI相关的概念个股 不能够说你全卖 你至少要去做调节 你有卖 你低档才可以卖 可是当你跌跌跌很深 到了9月19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时间点 整个AI相关的概念个股 我看了一下 每一个个股都修正到 以明年的获利预估值 已经来到15倍 15倍以下甚至15倍 它是已经出现了投资的价值 你在9月19号之后 你还要去杀低AI 那没办法 更何况很多AI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它都比大盘早来落顶 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因为AI在9月19号之前 是兵荒马乱 草木皆兵的时候 你的心情的起伏一定是很大 很多人就在寻求慰藉 也就是说用遥控器看电视 这个老师说什么 那个老师说什么 有些老师如果说得很厉害 很会去包装 他就会让你什么 他就觉得对 你应该把AI相关的概念个股里面 杀 你去换到在当时候00929 最强的个股上面去做买进 可是你历经了9月19号 再历经了这个9月份的下旬 再历经到今天 请问你的换 你有没有两边挨耳光 不要说你有没有两边挨耳光 我说人都是肉做的 人心都是肉做 你光是看到AI相关的概念个股 从9月19号之后 随着大盘9月21号的开始起工 到今天为止 如果你杀到最低减 你的心情如何 你心情一定很郁闷 我也在上个礼拜四 我说大家不会去跟你谈围影 大家真的不会去跟你谈围影 我在整个上个礼拜四 我是不是跟大家在谈的 就是6669的围影 为什么会谈 今天的AI相关的概念个股 能够带起来 说真的就是因为围影 它很快速的在9点半 就拉上了涨停板 没错吧 就一路锁涨停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在上个礼拜 是跟大家讲 它这一档个股里面 谁会去讲 没有人会去讲 因为它跌很深很深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上个礼拜 四的时候 它最高是1535 我说它在中东问题 也就是说当时候的拜登 为了在阻止 中国绕到中东的国家 比如说沙烏地阿拉伯 当时候的沙烏地阿拉伯 下了很多的中东 AI伺服器的订单给围影 大家怕整个中国 绕到沙烏地阿拉伯 绕到中东这些有钱的国家 去采买到AI伺服器 去采买到AI晶片 所以拜登就说 你们这些要卖到中东的 你要经过美国政府的特许 你才可以卖 他没有说不能卖 他说要经过他的审核 可是我就跟他讲 政治是很残酷跟现实的 美国现在通膨之所以不下来 就是油 沙烏地阿拉伯能够去抵抗你美国的 一定就是油 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整个全世界 很厉害的产油国 一个美国的页岩油 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之外 怪就是俄罗斯 你现在俄罗斯当然跟美国去作对 你沙烏地阿拉伯里面来讲 是在中东少数 跟美国很友好的国家 你现在不让他去卖 那你想 这沙烏地阿拉伯当然就说 我到年底之前我都不减产 你美国怎么降通膨 你就降不下来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可以发现到 我说我姑且不论 他们有没有得到特许 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得到特许 我都不管 我说在上个礼拜是很奇怪 他这个价格是1535 在中东问题产生的过程之中 他的最低是1530 谁会这么好 因为中东的问题的产生 大家开始杀 不是只有所谓的 投资朋友你的害怕 连投信法人都在杀 居然给他杀杀杀 到上个礼拜四 他居然过了1530 来到1535 我说这有鬼 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有鬼 一定有问题 表示中东的整个利空是假的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候的世新 在当时候的创意 也是中美的贸易战 大家说你中国很多东西 不能够去接到订单 很多人就去砍 到最后创意创高了 世新创高了 我说违影看起来 以技术面而言 一定有人先知道某些的东西 否则他不会过1530 大家还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是就讲1530 就今天的违影一马当先 他直接攻掌停板 3231的伪创 因为他持有违影 37.9% 如果违影上去了 他中东订单上来了 明年来讲的话 挑战10个股本以上 10个股本大概就是100块 1PS 100块钱 你想想看 他占有37%的 整个伪创会如何 伪创就被带上了 伪创是套牢筹码最多的一档 我才会说你没有323 你不要上223 你再来看看 不是只有这些 不管是从伪创的涨停板 我上个礼拜是就先讲 你不相信我回去看YouTube 我不想多谈 你看伪创 到所谓的6669的围影 到2382的广达 到2376的技嘉 到8210的勤存 是不是都这些的AI概念 个股里面都上来了 但是在今天里面 如果要探讨到AI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之前探讨的AI 就是叫做什么 A100 然后上一次黄仁勋 谈到的是H100 在明年的第二季要出来的是H100 我们现在里面知道的 他又要再出一个叫B100 ABCD的B B100 它的差别到哪里 我们等一下里面 从AI的相关概念个股 以及可以受惠的族群 最受惠的族群到底在哪里 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 所以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的看法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从基本面上面而言 AI相关概念个股 9月19号之后 它就是一定的投资价格 所以我叫你不要去做沙滴 对不对 再过来以技术面而言 今天是进场时机 为什么 因为技术面没有在谈感情的 也没有说你为什么低点不买 你要去追高点 没这回事 整个一个所谓的大盘的KD指标 今天来讲话 当然这一次的会振来振去 因为还有长假效应 可是你来看它的KD 今天是刚刚交叉向上 因为我说过 你只要站稳无均线 上个礼拜四第一天 今天是第二天 你站五日均线 基本上而言 两个营业日 它就会交叉向上 我说的没错 我说的没错 所以你做短的进来 然后一路到KD指标 交叉向下为止 上档的反压 一条月均线 一条寄均线 比较大的反压会是在寄均线 因为月均线 慢慢就不是问题了 月线架扣的位置在这里 两天之后会扣下来 所以没事 只有季线未来会扣高 所以季线之上 你要去尊重它的一些的反压 在未来里面 因为今天新台币是升值 你还是要看新台币 能不能够质贬 外资期货选择权 现货市场上面同步的偏多 它才会比较有利 如果大盘还是这种成交量 外资期选线没有偏多之前 以内资偏多的个股为主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第四季 我从来没有适时而非的答案 第四季我的看法是 稻吃甘蔗渐入佳境 就是这一张图 9月份 你看所有的财经媒体 或者是看这个节目 我都告诉你 9月份是震荡格局 它不会太好 主要的原因是 AI8月份的营收 根本不会出来 你现在是不是10月初 要公布9月份的营收 它为辅的增量 只是差别在车用会受到美国 整个一个汽车工会的罢工 还有AI NB的部分 会在第四季有新的平台 然后7月8月 暑假的效应的返校潮 走了以后 它会有点荡下来 否则AI是逐步的升温 所以9月份的营收卡位 基本上就会卡AI相关的概念个股 10月份你会更明显 提醒大家 再过来 1月份它就要选举了 难道它政策不偏多吗 政策偏多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大概就军工国防 如果以现在里面 军工国防跟重机电 以现在而言 我个人觉得会重机电好一点点 因为现在选举 它发包的案子比较多 军工国防 因为我们台湾的技术上面 它还不是全世界的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是以政策偏多 应该就是重机电跟军工国防 军工国防就要看一下了 因为他们有些是 第四季是淡季 重机电的部分 第四季跟第一季是旺季 另外一个就是9月份的跌升 会造成10月份的反弹 11月份 为什么我说11月份会震荡 因为公布10月份的营收 所以你要在10月底又卡位 11月份营收 我说一定好 对不对 只有手机要下来 可是问题是 它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再过来就是要什么 11月份要升息 所以它会在11月份震荡 但是有去跌破10月的低点吗 不会 它不会跌破 然后再往上 再过来12月份就是 选前的行情了 正式性的拉台 要跌不简单 它整个一个股市里面 加上外资放家去 所以12月份有做梦的行情 有联报的行情 有集团法人的坐驾 以及估2024年的获利预估值 再来估2025年的获利预估值 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蜀方就说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需努力 长假效应前震荡在所难免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震荡的拉回 都是你要好好把握的 因为扩延波不重视的是指数空间 而是重视你的个股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看了 4月份第四季行情的规划 是不是越来越有钱 你只要愿意在震荡的时候 去做低接 高点是越来越高的 高点是越来越高 只有11月份会去做震荡 所以越来越有钱 如同我们之前的预估 我说10月份的月线 它是收红的 所以拉回来 你自己要去做把握 所以在这边 我们已经推出了 圆梦圆满的一个计划 你加入我们越圆 梦也圆 你轻松负担少一半 你玉兔来报喜 蜀方陪你到2024年 如同我说的 17463前波的高点 我认为会过 在2024年会过的 波段加短线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最近里面 都是波段加短线 当时候的你也看到了 AI相关的概念个股 都是如此 你的一笔资金属方 会双倍的奉还给你 所以你要加入我们 享受最长的会期 最好的价格 而且圆梦 让你自己的财富 能够自由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越来越有钱的 圆梦计划 也是一个圆满的计划 我们等一下里面 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上面 推荐给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蜀方说过 我不是要当你 在正中午的一个太阳 那个时间点 你根本分不出来 谁是对你好的 我希望能够做的 就是一个夜晚的烛光 当你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当你在迷惘的时候 蜀方希望给你一个答案 就如同在上一次9月19号的时候 在这台面上面 每一个人 谁敢去讲AI 避之唯恐不及 上个礼拜四 谁敢讲违影 大家都会去讲强的股票 这是市场 可是我们站在一个投资的角度 操作的一个角度 我常常讲说 你只要准备好 任何的时候 你只要准备好 你反攻的速度 就是与众不同 在这一次 它其实就是主身段 结束之后的终极的反弹 你不要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一个忠实 对你好的狗 还是会狠狠咬你一口 把你血流不止的恶狼 你要分清楚 它其实就是一个终极的 扩炎波的回挡之中的一个买点 如果你都能够做好的规划 你才有机会成为 这股市之中少数的赢家 就像出身段 各种身段 我也跟你讲了 你不报个一倍两倍 你对不起出身段跟出身段 扩炎波的难度是很难的 可是你自己要知道 那就是在一些的选股的方式 因为股票的交易的平台 是很公平 它非常的公平 它不会说 你是王永庆的女儿 你又特别厉害 顶多你就内线厉害而已 对不对 或是你是谁谁谁 你就怎么样 因为它的资讯是透明的 它的技术面 大家都学的一样 就看你如何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就像这一档个股 在今年赚5块多 明年10块多 后年15块多 现在在100块钱附近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就是属于你进可攻退可守 那我说股票之中 你就选着两个 一个低打 A-UP是不是就是低打 转强股 一个就是你强很强的模式 强很强的模式 只要它大量区间下远不去做跌破 它的一个所谓的轨道线 没有去做跌破 你还是强很强 所以我们介绍这一档 它就是属于强很强的模式 强很强的模式 但另外的低档转强 个股里面来讲 我在之前给大家看了一张图 这个图就是来自于说 我说它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之后 它进入到传统的一个 路障的旺季 那是属于政策上面做多的个股 我说跌这么深 从这里跌到这里 大盘是9月21号建低点 它早就比大盘早打了一个月的低 刚刚突破的颈线完成大底 回撤的时候 那你来看它这个档个股 就是深微能源 到今天的高点已经涨到112了 112了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强 它之前真的很烂 可是因为所有的重机电个股 譬如说你的发电 你的风电 你要能够开花结果 你基本上而言 你就是要花一年的时间 所以从去年到今年 你至少一年到明年 所以你的第四季的开始 到明年到后年 是深微人员要入账 不管是你说再生人员 不管说风电的部分 你说越南那个投资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它马上就要进入它入账高峰 今年不是2块就是4块 两年相加10到11块 你今年不好 那当然就代表明年好 股价打底完成向上 今天再创新高是112块钱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整个一个广达 我们在当时候就跟大家讲 我说一堆的个股 AI相关的概念个股 你高档有去卖 你有去做减码 你低档才可以买 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了 不管是在所谓的一个伪创 不管是在所谓的伪印 不管是在技嘉 不管在广达 各方面都一样 这一波都有反弹 就怕你杀到最低点 你说今天现在大涨上来 你说你已经低档有买 到今天你赚钱的你要卖 我不会反对 我不会反对 因为你已经比别人厉害了 你想想看有些人买 赚个2% 3% 想想 走到买死 快走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你能够报这么长 已经是很厉害 所以你今天说涨停 你今天说大涨已经涨了一成以上 你要卖 我没话讲 因为你至少有报到 股票就是这样 你至少该报的时候 该买的时候 你要去买 就像9月19号 9月20号的AI 你要敢去买 这才是一个重点 我现在谈到B B100的部分 我们现在里面AI伺服器 它是A100最早 再过来是H100 就是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二季 要出来是H100 明年的下半年出来的是B100 B100的功耗 它的效能上面 比A 比H更厉害 也就是说 它跑的一个速度上面 它会更厉害 也就是说 你H100 A100 H100已经比A100更厉害了 对不对 但是你的B100又比H100 它的效能更高 它跑的速度里面更快 它消耗的功耗是更厉害了 更厉害 也就是说你在H100之前 含A100 你只要800瓦 它会产生800瓦的功耗 所以你的散热 只要符合800瓦就够了 所以它叫3DVC 你如果是手机 或是你是NB 你只要是什么 你只要是气冷 就可以了 你到3DVC就可以到什么 H100跟A100 这个要静默式的 叫3DVC 可是你到B100我刚才讲说 它的功耗 它的散热要到1000瓦 所以它就要跑到水冷式的散热 水冷式的散热比一般3DVC 3DVC已经是传统的气 用电风扇吹的 好几倍了对不对 那你水冷又比气冷 跟所谓的3DVC 不要比气冷 那比太多了 3DVC会多大概50%到100% 就价格在往上 所以那你这个价格在往上 因为它主要是在水冷 那你这个水冷未来 又可以跨到什么 车用的部分 我在之前就谈到一个 整个3DVC水冷的部分 已经有的就是双红跟建策 因为它主要是汽车用的 那3DVC整个一个双红 它是在第四季任列 但是AI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份额最高的 它还是3017的骑红 不是3017的骑红 那骑红为什么这波跑最快 大家知道吗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有现在 大家都在讲折叠机 大家都会去买照例 但事实上新贵有一档公司 很厉害 叫做6805的富士达 你看它长成这样 现在一张将近32万 一张将近32万 大家知道齐红持有它 多少钱吗 不到20块 也就是说卖一张 赚30万 卖1000张赚3亿 那整个一个齐红的股本是多少 30几亿 35亿 那它持有多少 11000张 那以后会从新贵到上市贵 那所以就看你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那至于在机壳的部分 B100目前还没有说它变得更大 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确定 所以散热是对B100 跟H100 跟A100里面来讲的话 它差别最大的 就是大家自己留意 当然上类有很多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第四季 如同鼠方说的 鼠方不是死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死空头 我就认为第四季 从基本面的角度 会越来越好 渐入佳境 那你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越来越有钱 跟上鼠方在盘中的一个操作 那你在这个时间点 就打电话进来 因为你只要付一半的一个价格 剩下一半鼠方帮你出 鼠方一路陪你到2024年 会期加倍 而且是长加短的操作 让你的资金双倍的奉还 所以趁着广告时间点 要跟上鼠方的操作 就趁着广告时间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越来越有钱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